隔着门都想往我手上踢 我往门口一站 这个秀远就过来了 来 我们把门打开 这个小家伙 抓在门上面给我看着 来吧 跳我手上来了 本来想着它一只鸟孤单 给它一放进生态笼里面 和其他的小鸟放在一起 结果这家伙整天都在门口给我盯着 只要我一靠近 它马上就飞过来了 特别的喜欢我给它捞脖子 给你捏捏 咦 刚刚忘记关门呢 有一只跑出去了 这后面都是啥 它出带之后不但没有自由 反而更着急了 它现在是着急怎么进去 围着外面转了一圈了 我看你怎么进去 急坏了 哎呀 总算是又飞到门口了 好了 看你这么着急 我帮你把门打开吧 不然它等一下急坏了 它想的不是飞走 而是想着怎么进去 进来就赶紧过来吃苹果 在外面可吃不到这样的东西 哎呀 这个小秀眼 又跳到我的胳膊上面来了 又要躺手 你看 站到我的手掌来了 要我给它摸一下 好 给你捏捏脖子 哈哈 一给它捞脖子 它就使劲都往我手上贴 真是个贴心的小家伙 看到我手上拖得有皮 它居然帮我扯 哎呀 还把脖子伸着 还要再捏一下脖子 好了 这一下可是捏好了 捏了半天了 还没完 盆里面又没有水的 都跳进去 等着我给它们倒水 来了 哎呀 你看这个家伙 直接跳到桶里面来了 好了 快过来洗吧 珍珠鸟妈妈也跳下来了 这生活简直是太舒服了 难怪 黄蹄鸟飞出来之后不但不走 反而急得要进来 你那样 要衣服 要衣服 想牛排 薄 做 前面